哈囉,納智姐粉絲團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應該沒有在這個粉絲團裡面 跟大家開過直播分享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呢 是納智姐的S3 那這台車,納智姐來說 我們銷售的狀況比較好的 應該算是U6吧 U6或者是S5之類的 那U5或者是S3 它的底盤架構 算是一個小型車的架構 那U5的話之前應該有錄影過 S3的話我們沒有錄影過 所以今天剛好有S3的車友來捧場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S3它原廠的底盤 來升級成KT避震器的一些 安裝的一些流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畢竟這個是1.6升的小車 所以納智姐在設計的時候 前面還是一樣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是一個拖一臂 像是Nissan的小車啦 或者是Honda的小車 或者是現在Swift的小車 都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包含現在有一些中型的房車 譬如說Focus的四代 或者是今年最新上市的 Mazda 3的四代 後面也都是類似這樣的拖一臂系統 那這樣的系統在維修上 是有一個很簡單的簡易 一個好處 維修成本也很低 後面的話如果壞掉 因為彈簧不會壞掉嘛 所以後面的話壞掉 就只有換桶聲就好了 那前面的話還是一樣 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這台車前面的話 我們KT的話 是一個總層件 上部的話有附上座 所以它上部的零件 不需要再拆下來來做沿用 那後面的話 上部零件 KT也都有附彈簧 上方跟下方的橡皮 這台車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大概也可以看到它的 彈簧也是特別短的 那日捷還有Nissan的車系 它的後彈簧 大致上因為擺臂的關係 設計 所以它的彈簧都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那今天這台車 原廠它的車高 這個是原廠的輪胎旅圈 205 556 的規格 那它原廠的車高 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前後大概四指幅 今天沒有要降特別低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而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前面的懸吊系統好了 前面是賣花層懸吊系統 1.6升的引擎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200長期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在上座 它的上座是一樣跟 S5或者是U6一樣 它有三顆螺絲 所以它的上座其實零件是一樣的 可是它有一顆螺絲 是在這個護板裡面 但這台車也很方便 不需要再拆這個試蓋 所以Nissan的車系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都還蠻貼心 有幫日後的技師呢 設想到這些的部分 所以它有三顆螺絲 但是一顆螺絲藏在裡面 可是不用擔心 我們把這個試蓋呢 掀開之後 這顆螺絲就踩得到了 好在這裡 好那它的上座 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所以KT這一套的避震器呢 不只是軟硬可以調整 高低也都能調整 所以今天會大概落在兩指幅左右 那這個有附一個軸層 這裡有上座 這個是外觀大概稍微戴一下 這是1.6升的 這個算是在國產車系裡面 它的整體CP值還蠻高的 因為販售的價位也配備很多 但是價位不高 那這個是200長期公斤的彈簧 它的這個腳管下部的一些結構設計 其實跟S5的話還蠻相近的 只是差異是在一些固定座的部分的話不太一樣 那這麼小的車款其實 現在幾乎都已經全部把ABS 全部都標配了 包含你上的小型車 那個March也都變標配了 那這裡有一些離載串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這些呢 都是跟原廠是相同一樣的位置 那仰角的上面這顆螺絲 我們KT設計是做了一個橢圓孔 所以它的仰角是可以做微幅Camper的改變調整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 它是可以針對車主駕駛的需求 來做微幅Camper的改變 那如果要做比較大Camper的改變 這台車應該比較少了 因為這台車畢竟是熱血的車友比較少 那如果有比較熱血的車友 我們也有提供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的話它能做的角度就比較大了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提升的一些 避震器裡面周邊的一些配件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KT的用料 主尼油的話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油 那這個主尼油品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大概200L這麼大一桶就進口過了 那它的油品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單價會比較高 那它油的穩定度相當的好 如果有比較熱血的車友 你是在騎重機的話 義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叫Aprilia 那它的前叉的用油還有後面避震器用油 一律都是使用義大利知名的IP的主尼油 那我們的油風跟避震器的壽命最相關度最高的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KT所使用的油風是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我們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是靠 腳管上方這裡有一個齒輪狀銀色的托板 把這個往逆時針懸鬆之後 這個桶聲就能調長調短喔 我們把它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調短的話車高就變低了 這台車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最低的話大概可以做到 大概半指幅到一指幅左右 這是前面的一個結構設計 後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那邊好了 後面的話是配置大概4.5公斤左右 那這一部小車 那自己它的設計就沒有做電子手扎車 就做一個傳統是拉鎖的一個手扎車 後面的話是拖一臂的 懸吊是拖一臂的系統 銅聲的設計在這裡 銅聲的長短並沒有辦法來改變後面的車高調整 後面的車高調整是靠彈簧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來靠這個調整機構 我們把這個Hilo Key把它調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它相反的調短的話 它的側高就變低 所以側高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側高的取決是在彈簧這一端 那銅聲它為什麼一樣要做可調 它可調的用意是來調整彈簧的預載 像這一條的彈簧我們打的是180mm 那它的預載池的話 如果我們把銅聲縮得太短 那它的彈簧預載住了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彈簧預載池的話 大概是3-5mm不是公分 單位不是公分 大概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銅聲的調整是來調整它彈簧的預載 所以這個的話 如果調的太短的話 哇糟糕了怎麼做都不好做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統身的調整是一整台車的靈魂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樣的防塵套 這裡其實後面的話 最需要保護的就是這個軸心 所以我們這個防塵套也是做加長的一個規格 所以不論你車高升得多高或者是多低 它永遠都是照住它整個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那後面車高的部分已經講解完畢了 再來就是阻尼的調整 後面阻尼的調整是在筒心的上方 筒心的上方 這台車是設計在行李箱裡面 行李箱裡面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釋蓋往中間拉 就可以看得到它避震器上部的 在這裡 所以阻尼旋鈕的話 這台車也不需要再拆椅背 像Toyota Vios的話 它還要得拆一些東西 但這台車的話從這裡就能夠做調整 所以一樣是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今天的話 因為這還是原廠的配胎 我們胎壓值大概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原廠的話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就有一個原廠的建議數值 大概是冷胎壓 大概是32到34PSI左右 是最適合的一個胎壓建議值 這台車S3大概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到KT來做試乘 非常歡迎 我們KT也有準備的試乘車 那如果車友們 你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LINE給我們 我們在文章裡面 有一個官方的LINE的帳號 可以加LINE 或者是說直接在FB粉絲團裡面 視訊我們的小編都可以 以上是今天納智傑S3的直播分享 謝謝 掰掰